音乐 我们到Melbourne了 哈哈哈 现在十度这么冷 太冷了 我们这整个trip的行程呢 不是我安排 也不是菜场有安排 是大妹还有洪亮安排的 真是太棒了 其实我们也是按照他们上一次去 Melbourne 的景点走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 叫Yalah River 聽講那邊是一個很漂亮的河 就在那邊先吃個東西 然後拍個照 因為我們的行程是比較放鬆的 因為我們的飛機比較遲 所以到這裡已經差不多 接近12點 然後洗漱一下 差不多現在1點多這個時間 然後我們去到那個地方 吃個小午餐 然後拍些照 爽 這樣有點冷啊 我們到Yara River了 是不是超漂亮 我就覺得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宿舍丟高了 沒有 我們真的太舒服了 我要定居了 拜拜 各位 說不要回馬來西亞了 我們現在先去吃龍心 然後我們就馬上來拍照 必拍 真的一定要拍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有點像 我們馬來西亞的地方 像馬六角 你有覺得嗎 就是感覺就是一過橋 然後兩邊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商店 然後我們今天只拍這一塊就好 因為呢 攝影師大哥已經不太舒服了 今天呢穿搭呢 就是 針織的連勝群 因為這一趟旅程呢 是比較臨時決定的 我們本來預先我的生日旅遊 是在日本東京 但是我們覺得短時間的又去日本很無聊 所以我們就臨時決定來到澳洲 都是我在中國的時候 臨時下單淘寶訂的 所以完全沒有做功課 完全就是隨便訂 有一點不錯看的就訂這樣子 然後今天穿的就是 比較不好看的衣服 因為今天行程比較短 我覺得很舒服 哇 已經夠保暖了 我滿喜歡這個設計 就是有三個鈕扣一起的 米色衣服的話 去哪裡拍都很好看 是一個很安全的顏色選擇 我覺得我身後這個地方是蠻好看的 我們來試試看 我覺得我的脫掉外套太冷了 這個橋離後面的深井比較遠 沒有拍到這邊的美感 這邊其實很多很多地方 可以拍到一種很澳洲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try看別的地方好不好看 給我外套太冷了 一邊穿外套一邊講 我們不要站在這裡太久 現在才10度耶 我們現在去找一些比較小地方 又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 走 看看永遠還有一個非常好看的景 就是我身後的景 只是我們角度有點不一樣 就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紅色的建築物 這個角度拍真的蠻好看的 太冷了 你看我的牙齒在抖 我們現在來到橋的另外一端 因為我從剛剛那邊 我就覺得這邊會很好看 我對這種枯葉喔 是情有獨鍾的 等到之前看到我沒有頭髮樹 我就覺得有出國的感覺 還是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把那個葉子發掉的話 就有這種感覺了 就是我覺得這條路的街道 會比較好看一些 因為低角度會帶到天空 所以整個圖片比較有色彩一點 是不是 看到了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天空很重要 而且Malburn是屬於比較多雲的 我們來到這裡就是看到 然後那也是超級無敵的那種 好我們就繼續找看有什麼可以拍 各位想說第一天就放過自己一下 有點太冷了 我想要先調適一下自己的狀態 我現在沒有辦法拍照 真的太冷了 我已經忘記冬天的感覺了 因為其實在台灣要講冷的話 已經很少會有這麼冷了 我今天調適了 我明天拍更多的照片給大家 會努力找更多好看的景點 這是個Jekko It's a wrap for today 那Open的第二天我們來到了壁畫間 就是一條整條都是大家塗鴉的牆壁 就是那種比較sack的風格啦 因為我不知道要來 覺得跟我今天的穿搭有點不搭 我今天的穿搭等等 幫我拿一下攝影師 我今天的穿搭是比較基裝風的 然後整身紅是很漂亮 感覺跟那個塗鴉槍有點格格不入 然後我的穿搭小技巧呢 就是 你看我裡面穿一個襯衫 一邊折一邊負折的風格 就比較不是那種太正式 然後又有一點隨性的風 又有一點帥氣 這一年近半來勒 我就是比較喜歡穿這種西裝的外套 然後這個西裝比較好的是 它裡面有墊肩 所以不管誰穿 不管你的肩是斜胯下的還是怎麼樣 它都會給你挺起來 我的那個影片欄下面會放連結 因為它的尺寸好像有點不對 你看我沒有辦法扣耶 是有辦法扣一個 但是就是會有點緊 可是直接這樣子 我都不能呼吸啊 所以我打算直接不扣 然後用折的折住 反正大家也不知道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去拍照 好我們壁畫也拍的差不多 因為這邊壁畫其實就是一條街而已 像我的話呢 就是只要盡量避開比較鮮艷的塗鴉牆之外 都很好拍 我們現在到了 Friendner Street Station 就是離我們剛剛塗鴉牆不到 幾分鐘就走到了這個地方 他們講後面這車站的建築是必拍的 然後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不好看 各位我們來到最底下面拍 就是他們過紅綠燈這邊拍的 角度是最好看 就是要等車啊 電車都已經經過完了 然後馬上擺馬上拍 這攝影師和模特兒的時間點要抓痕 默契 我們要很有默契 看 就是這樣子電車啊 車 還有行人過馬路啊 這種很多個紮擾因素 所以你要抓好那最完美的時間 這要很大膽的拍 因為這邊太多人了 就是你要隨時 拜拜拜拜 我們沒有在怕的好嗎 因為我們今天拍照行程安排的不多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的呢 都是街景照 就是在墨爾本 所以這邊就可以拍到的街景照 我們走著走著呢 蔡殘養就講 欸 我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還有坐女士的 蔡殘養這個地方拍照很美 可是喔 我這樣子看不是很好看 好啦 我們應酬他一下 我們去裡面拍拍照 這裡很漂亮 意外的漂亮 因為剛剛我還在猶豫說 啊 這個地方 不要拍啦 常用逼你進來的 對 他叫我進來就想 哇 這邊有不一樣的美 好像有點復古風的那種shopping center 就是他的設計啊 建築物啊 然後又有一點點那種皇宮的感覺 加上我今天穿的很亮色 所以跟這裡有強烈的對比 所以又更好看 各位早安 今天是 Malbourne的第三天 太冷了 我覺得不想脫外套 我覺得太冷了 應該是比普通的地方 再冷一個十倍 我們今天來到了彩虹小屋 這個叫做Brighton Beach Beech Beech 其實這裡真的沒有太大特別的景點 就只是我身後的這些彩虹小屋而已 我們花了那麼多錢來到這裡 只為了跟這些屋子拍照 拖到常用的Buycarf 我們其實也沒有用太多勞力就來到這裡 我們剛剛坐了Uber 太爽了吧 多少錢的Uber B80多塊 哇 是我坐過最貴Uber 剛才沒坐過這樣貴 而且我們的路途才十多分鐘而已 你們看今天的天空 其實也沒有很好 全部霧雲耶 唉我的天啊 我們不懂我們兩個哪一個 其中一個是水省 總之我們兩個一定是有一個人是水省 好 你們這樣子看了嗎 我不想脫衣服啊 天穿的一身呢 就是桃紅色的外套 其實這件衣服不適合來這裡 因為一開始我們不是決定要來這裡的 我們只是突然改了一下行程 就把後面的行程拍到前面啦 你看我裡面就搭了一個比較粉色系 所以今天走的是比較Punk的風 這個褲子是菜彩人配給我的 我今天問他配什麼褲子好看 他就講這件褲子比較好看 我們現在就去拍照吧 太冷了 我覺得拍了照我們就走了 各位我已經找到我的屋子了 因為我的穿的顏色比較亮 所以我要找一個比較對比 然後又不會跟我搶顏色的屋子拍照 就是這五間 如果我覺得斜著拍或平行拍 感覺都會很好看 如果來這裡的話 我建議大家就照你們喜歡的衣服穿就好 因為這邊很多間屋子 所以怎麼樣都可以找到一間適合自己的 我們已經拍他照片了 是不是覺得我搭飾了真的很厲害 可是齁我覺得齁 菜彩人今天穿的應該會更好看 被穿黑色 欸全黑耶我裡面是黑耶 對 所以照他這樣子喔 每一間屋子都好看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穿暗色系會比較好 像我們這種的話就必須要挑屋子 他的話是每個屋子都可以拍到很好看 我們現在隨隨便便去找屋子來拍 有的拍趕快拍 畢竟這邊的車費蠻貴的 走 然後海邊拍照呢 我有一點小技巧 因為這邊風很大 如果可以拍到那種長髮飄逸的感覺真的很棒 所以要抓準排名 就是 一有三馬上拍 這就是我的技巧 就是有給那頭髮有點那種飄逸感 還有一點很重要 風大的時候就要攜帶一把小樹枝 隨時整理我們的小瀏海 就是瀏海妹子必備的 收起來 走 我們來到彩虹小屋的結尾了 你們看 沒有了 我們現在要回去 回去我們搭Uber來的地方 這才我要酷喔 拍完了就要回喔 我們來到State Reverie Victoria 這就是世界最大圖書館之一 它裡面的顏色風格是比較暗色的啦 然後裡面很大 我看照片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進去看一看 哇 這裡比較好看一點 我們現在來到圖書館的最高樓 然後我發現喔 樓下拍的話 都是比較橙色調的 只要你一到樓上 整個變成那個很乾淨的色調 就是完全白的色調 剛剛我們已經試過喔 樓下四五六樓 不是很好看 因為它這個墻跟墻的距離 會擋到那個視野 構圖也不好看 然後最高樓的話 可以拍出一種比較乾淨的感覺 然後它的背面 有一些書啊那一種 也是有來到圖書館的感覺啦 我真的覺得最高樓是最好看的照片 懂為什麼嗎 因為你看這裡 它有半透明的那個窗口 那窗口是讓陽光射進來 你的臉是不會很硬亮的那一種 我覺得這是剛剛好 perfect的位置 路上就這麼假白的了啦 人家在練習比試 就是拍照 是不是很好看 我覺得呢 已經來到這個地方了 已經浪費了一些時間過來了 怎麼樣都要拍出比較假掰的照片 所以各位 不要覺得我假掰喔 各位 我們到了 大家都說 來澳洲 必須要來人生必來的 Red Ocean Room 我就看到一些research 都是海邊 但都是必來 海邊的景 比較多 介紹一下我的穿搭 看到我閃閃發亮嗎 我今天穿的是比較螢光綠色 有沒有很帥 這個俗穿錶之綠 那個綠不是這個綠好嗎 綠錶之 那個是綠茶錶 然後我就配了一個闊褲 黑色 就是比較休閒 然後隨興的風格 穿這衣服必須要有點膽 因為大家都會把木桿焦點 放在你身上 不然怎麼穿那麼亮的 奇怪 所以大概就會感受到這種眼神 如果你穿比較長一點的 就是已經蓋過屁股喔 你再穿一個比較修長的一點的褲子 可能就看起來很長 你不覺得嗎 是不是覺得好好看喔 Sick Yo 好 那麼我們就準備要上車 做個屁股疼的車程啦 我們這麼長途跋涉 終於到第一個景點 Razorback 它講這邊有 可以看到海 很多海 對啦 這目的就是看海啦 所以我們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坐了太久了 剛剛來到路口咧 就看到這邊 你們看這邊的風景 兩片大大片的那種枯葉草 什麼的啦 就是整個很漂亮 然後一望五季就是一片天空 所以我剛剛選擇在中間拍照 這就是我想像中的澳洲 爽 我覺得來到大自然呢 是真的很難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就只可以拍一種遊客照 所以呢 我第一次覺得自己人生遇到了挫折 謝謝你幫我擋住了 再幫我擋一擋 哇 有點難喔 我覺得拍那種遊客照 你做得好難喔 不只是拍那種大自然風景 這樣是最難的 你不要再弄老頭髮 沒有帶小樹枝出來 啊 有一點不知道怎麼拍 因為它就是固定在那邊 然後遊客又很多 就不是自己可以找角度的那一種喔 快點啦 我們還剩下很少的時間 我們還要去找下一個景點 這邊的話有三個景點可以拍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Lock and Drop 有沙灘有海浪 然後還有一些岩石這樣子 你看它的海鮮是很清澈的喔 就是你可以看到 裡面在長什麼東西 真的假的 你去看一下 我預想的海是藍色的 結果它是綠色的 跟我的衣服穿到一模一樣的耶 哎呦 這樣子很難調色耶 各位我們的蘇貞選手 正準備跳水 1號選手3 2 1 跳咧 腳會斷掉 我不想跟你要讓人拍卡好嗎 我們的跳水選手放棄了這個比賽 好了 等等我要講話 因為我今天忘記把我的小夥伴帶出來 就是我的 樹枝 所以今天 它被吃得有點凌亂不堪 沒關係 你就是害他Bitch 竟我們不是靠瀏海而活的 好啦我是 哈哈哈 我就在了 海邊的另外一個地方 看到這個石頭嗎 我就坐在上面拍照 我覺得那個view很好看喔 海又有帶到煙石又有帶到 因為是羹團 所以呢 我們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時間去逛第三個地方 因為我們還有剩下7分鐘就要上巴士 我們很充足喔 我們是用跑的耶 而且我的照片喔 欸你不要這樣子 大家不喜歡看到這樣子的我 對我們拍的照片喔 已經是那種 一個景直接拍一兩張這樣子而已 結果還是沒有辦法在 規定的時間內走完全部行程 所以我們還少了一個地方 不要緊啦 反正不是我的景 而且喔我還沒怎麼拍照片啊 讓石層拍啊 我叫你拍你講不要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我的vlog 哈哈哈 我不會剪進去的啊 啊啊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我 因為我們現在是第一個到 所以我們還要等其他人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 隨便隨便的就拍張幾個 接照 這算接照了吧 蠻好看的啊 我跟你講澳大利亞就真的很好拍 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很好拍 我們來到最後一個景點 這邊是看西洋的景點 十二門圖岩的這個景點 也是蠻著名的 我們去看一下 我發現這邊拍照是最好看 而且一定要高角度 攝影師請高角度 然後又不會拍到欄杆 你看那個分界點 就是在整個照片的中間 然後又可以拍到後面的岩石 這裡是我最滿意的照片咯 呀 好看 我們現在來到袋鼠區 這裡叫Maru Cola Animal Park 這邊有很多個動物 但是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袋鼠跟Korabe 然後我今天這層系列就是比較袋鼠色 跟他們的顏色是比較相近的 然後這樣子的原因也是因為 它後面藍天還原 告訴你這邊的照片 Jane啊 Jane到爆 我現在來跟袋鼠拍一張照片 哇 蘇先生不怕袋鼠啊 啊 他只怕鹿 其實他們很溫馴 只是他們在舔你的時候啊 就會不小心用到牙齒 會比較痛一點點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的 No no 不要把手放在他們的頭上 他們感覺會有一點嚇到 所以你只要這樣子滴滴給他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以來 因為它不僅僅很漂亮 在這邊的袋鼠也很乖 但是有一個建議 不要穿那種超長的大闊褲 會弄到他們的屎 不要注意一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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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剛剛的照片呢 就是跟他們有一點距離感 因為覺得還是太可怕了 因為再怎麼樣都說 這邊的還是有媽媽跟小孩的 所以感覺會有一點攻擊性 給你們看 你看 這個是媽媽裡面 有小孩的 在他的袋鼠袋裡面 超可愛的 我一開始就以為 為什麼那麼多隻腳 結果是有一個小袋鼠在裡面 看 像剛剛蔡湯永很勇敢 他就坐在這個露群中間 欸這露 這是袋鼠 這是袋鼠 就是剛剛蔡湯比較勇敢 他是坐在三個袋鼠的中間 超好看 而且又面上天空 整個很像袋鼠在包圍你這樣 好看 袋鼠區 我們這邊已經玩完了 然後現在我們訂了12點的票 現在要去Colave的區 啊我現在很興奮 走走走 吳蕊熊呢就是沒有技術可言的 因為都是別人幫我們拍 我們不能自己自拍跟他拍照 然後也不能有什麼近距離的接觸 有啦有近距離啦 那就是比較formal一點的拍法 對我們的錢就這樣 可以走了 我以為會有那一種 可能他可以在肩上或者是可以包含那種近距離的接觸 結果不能喔 就只能他乖乖的坐在那裡 然後我們過去靠近他而已 有點可惜 我們現在就到Melbourne的記憶場 所以呢這趟旅程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常永付的這趟旅程 我完全沒有出半毛錢喔 好的 那就開放下面讓大家留言 還有什麼是你們想要看我們去哪個國家玩 然後有什麼是大家心裡那種小秘密的國家 是必去的那一種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記得要讓蘇生改改好好生活下去 畢竟那個流量是真的蠻低的 各位掰掰